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得抓紧啊 你这媳妇长得很聚 又那么会照顾人 你得珍惜啊 好 我明白了 来 你拿这扇灯垫着 哥哥的衣服在哪儿 你拿来盖上 别着聊了 好 睡觉了 我来给你 你把这扇子 头上了 你把这扇子 放下来 你把这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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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把这扇子 看起来 你把这扇子 我把这扇子 看起来 你把这扇子 我有一个哥哥 我有一个亲戚生病了 我今晚不回去了 别担心我哦 方志 我在电影院门口 你到了吗 睡不着啊 是不是因为语音没听完啊 嘉雪哥 你干嘛装睡啊 我只是没说话 装睡 那就是装睡 还偷听别人说吧 偷听 是谁把语音放出来的 小小年纪还学会碰瓷吗 我不跟你说了 我先睡了 晚安 睡得着 睡不着也该睡了 来 陪哥哥聊聊天 聊什么 你继续把那语音放完 让哥哥看看 是谁想约我们小丧枝看电影 你又不认识 你说了我就认识了呀 我帮你把把关 看看电影有什么好把关的 这不是怕你年纪小被人骗了吗 你要说的话 得说一整晚呢 好多好多 我们小丧枝 这么受欢迎呢 长得好看吗 不 不说话是什么意思 佳徐哥 您看看 这个点已经是你们这个年龄 该睡觉的时候了 你不要老是想窥探 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我们年轻人的事件 你不懂 所以我希望在年轻人的事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两位看镜头 您好 我是桑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内裤 好像不能不拿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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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许哥 你工作还是不要太晚了 你现在还是个病人呢 好 答应你 十点前准时关机 还有一个小时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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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饭了吗 您好 坐 还没 我待会儿去 你还没吃饭 现在都八点多了 还不是很饿 你别收拾了啊 现在去吃饭 我待会儿再去 我给你点外卖了 我今天下课了之后就去帮你收拾东西了 我到现在坐都还没有坐下 你就让我吃东西 这两天你为什么老是要让我吃东西啊 小伙子 这是你媳妇啊 大爷 你从哪儿看出来是我媳妇呢 小姑娘长得真俊呢 那就好好 拜拜 谢谢 大爷 这是我妹妹 不是我媳妇 我知道你媳妇长得好看 不好意思啊 我爸那个耳朵 耳背挺重的 爸爸 那是妹妹 不是媳妇 妹妹 不能结婚的啊 你们还没结婚呢 小伙子 我看你岁数也不小了 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你可别让小姑娘等急了啊 大爷 你能别动我笑了吗 肚子上还有伤口呢 小伙子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得抓紧啊 你这媳妇长得很俊 又那么会照顾人 你看这 大包小包的往这拎 你得珍惜啊 要不将来啊 你后悔都来不及了 好 我明白了 人家大爷耳朵听不见 你别在意啊 就当他是开个玩笑 开个玩笑 这种事情也能拿来开玩笑 爷爷 嗯 他不是我对象 他年纪很大的 当不了我对象 他可以当我爸爸了 当爸爸好啊 要你们结婚了 赶快生个大胖饺子 这就稳定了 稳定啊 比什么都强 嘉雪哥 起来了 你不会工作了一整晚吧 早知道就不给你拿电脑了 嘉雪哥 你已经开刀住院了 为什么不好好休息呢 你真的把自己当成超人了是吗 被你发现我的隐藏身份了 什么隐藏身份了 怎么可以一晚不睡觉的 小两口一起床就偷嘴啊 什么时候结婚啊 大爷 我们不是那关系 不结婚 不不不结婚啊 不结婚怎么行啊 人家小姑娘这么漂亮 若这样陪着你照顾你 你怎么可以耽误人家呢 好 听你的 姐 这样就对了 你们两个这么合适 将来一定会很幸福的 我去给你拿水 大爷 他年纪太小了 还没到法定年龄呢 你们那别开这玩笑了 过两年了 要出院了 是啊 大爷 您在这好好休息 早日康复啊 好好 你们俩好好处 大爷 好的爷爷 会尽早结婚的 结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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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日康复 好好处 好好处 爸爸 走了 大爷 好好处 尽早结婚 那别是你今天开了玩笑吗 我来拿吧 你都说了我 我来拿 真生气了 以后就不要乱开这样的玩笑了 以后就不要乱开这样的玩笑了 我这不是住院住太久了 是我闲得慌 我给你道歉 所以你闲得慌就可以 拿我开玩笑了吗 莫名其妙 我来拿吧 我来拿小兹 我来拿小兹 我给你帮忙 我来拿小兹 你 你